河南女子告丈夫婚内强奸 这到底怎么判 我觉得广大男同胞要好好关注一下这个案情 要不然你可能随时随地要进监狱 最近河南有一桩奇葩的案件 一个女子和男子结婚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而且已经生了三个孩子 但是这个女子感觉到丈夫长期有家暴的行为 所以到法院打官司申请离婚 可是她老公不同意 老公说我们虽然生活之中略有口角 但是结婚时间已经长达十年了 而且在十年期间连续生了三个孩子 因此老公主张说我们感情还挺好的 不然也不会生这么多孩子 因此不同意离婚 法院经过审理两次判决 暂时不允许离婚 可能法院也是感觉到婚姻并没有达到彻底破裂的状态 但是两次离婚判决失效之后 这个女子突然有一天到派出所报警 说她遭到了老公的强奸 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悟 那有人报警派出所就得出警 所以警方马上出警 击拿了她的老公 并且检验了相应的证悟 这件事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以往经常讲 现代法律的精神 要求任何人都必须尊重女性的权利 理论上讲 任何时候只要女性说不 男性都不可以往前一步 只要你往前了 对不起 你就触犯了法律 而且以前我们就讲过 哪怕是结婚 哪怕是在婚内 只要老婆说不 老公往前一步 对不起 你这也是强奸 但是确实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之中 婚内强奸是非常非常难认定的 为什么 因为你声称强奸 你得有证据才行 根据这个女子提供的证据 在她的身上 在她的衣服上 确实能检验出 她老公的身体痕迹 但问题在于 一对长期在一起生活的夫妇 那当然肯定是有痕迹的 没问题 男方为了自证清白呢 甚至到医院去开了一个证明 说男性实际上有部分性功能的障碍 但是即便男性提供了这些证据呢 你还不足以自证清白 所以今天这个案件还在审理之中 相关律师说 如果老公罪名成立的话 那对不起她要被判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我们首先探讨一下 哪怕是在婚内 老公也不能用强 只要老婆不同意 那么你的行为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强奸 这个我们是理解的 但问题在于啊 老公一方面也感觉到很冤枉啊 可能当时进行的时候 双方是自愿的 何况还是在婚内的 因此老公他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强迫 可是是不是任何时候 只要女方翻脸不认人了 只要女方说 我当时是不自愿的 我当时是被强迫的 哪怕是在婚内 他也可以主张强奸 甚至可以把老公判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呢 婚内强奸的认定 如果都这么随意的划了 那以后全天下的男子 你都要小心了 你划了巨儿的采语 没有用 你结了婚没有用 任何时候 只要人家说你强奸 对不起 你都有可能迎来牢狱之灾呀 按这个状态推论 我真是不知道 以后还会有多少人敢结婚呢 对不起 再来 好 再来